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青年賭霸 遺失高雄一所大學 期待透過跟學生面對面接觸 瞭解青年目前關心議題 這次從藝術出發 邀請杜涵松 詹成家衛 以及勒勒丹巴巴巴隆 一起用藝術關注部落文化和議題 我信奉的一個原則 我做創作的原則 就是我要帶給人家的 並不是說我們的舞要怎麼跳 我們的衣服要怎麼穿 而是我們舞為何要跳 我們衣服為何要穿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錄影現場部落觀光 成為學生們最關注議題 紛紛提出看法跟疑問 因為觀光這一塊 我們這些年輕人集結了 一個青年聯盟 不管是我們要為我們當地的 合飛這一塊 再來土地這一塊發生 我們就是這個部落的青年團 也開始慢慢團結起來 他們也開始就是慢慢在幫我 就是幫助這個部落 就希望我們可以回到 就是最傳統的那個時候 而不是在為了觀光客而表演這樣子 就我們就一起努力吧 其實我也有遇到很多的批評生 對自己的族人 你絕對你就這麼走 要有自信的走 不要放棄 為了我們的文化 我們一起努力 也有學生提出 從事藝術工作 是否會受到部落質疑 你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有沒有就是被部落的人覺得說 就是你做這些 是有沒有什麼目的 不好的目的 然後你最後是怎麼樣去化解 我們在做口述歷史的時候 我其實聽不太懂 但是我很努力的去知道每個字 或者是它要傳達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就了解 我這個舞有在跟我溝通 它有那個心想要了解我 那自然而然那個互動就會被建立起來 那個誤會就會在溝通的過程中 被化解掉了 布里馬藝術節11月即將在高雄柏爾登場 青年賭霸節目 除了關注青年看法 也藉此為藝術節暖身 希望南部地區的族人 可以共同參與部落與跨國之間合作的藝術 會迸出哪些火花 記者巴朗高雄大樹成本報導